嗨 我是可恩 所谓一代机王一代换 Flip 5 上Flip 6 到底是亏还是赚 啊 啊 啊 我是没有叫文采啊 这赚亚印刷可以写的 所以这台Samsung Z Flip 6 我已经直接把它当成面副来用 已经正式用了10天了啦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已经应该很有资格跟你们讲 到底Z Flip 6 值不值得买叻 用多角度去讲 包括外形 外屏 镜头 AI 功能 甚至是两个我觉得是缺点的缺点 啊 现在我们先讲外形啦 因为我之前也是用过上一代的Z Flip 5 无论是中量 大小 尺寸 外形 铝合金 机身 中量都跟上一代Z Flip 5 可以讲是一模一样 不讲哦 就不知道你换了手机的那一种 不过哦 如果两台你放在一起的话 是稍微 稍微 稍微 可以看得出Z Flip 6 是薄一点点的 如果两台不放在一起的话 是绝对看不出来 我觉得放在一起我都看不出来哦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手机壳能不能卸卸用咧 这个是Flip 6 的手机壳 这个是Flip 5 能又好像不能之间了哈 哦没有不对 闪光灯罩挡住了 那个Flip 5 有点像我呢 S size 穿M size 的裤子 其实还是能的啊 那要讲快速分辨Z Flip 5 跟Z Flip 6 咧 Flip 5 哦 它是亮面的 bling bling的 然后Flip 6 它是雾面的 它整台级全雾面全亮面 Flip 6 哦 它会更加方正一点 然后它这个就会更圆润一点 所以摸上去我觉得Flip 6 手感会更利落一点 颜色上面呢 Z Flip 6 这一带有它的主打颜色 浮水蓝 但是其实我自己本来是很期待黄色的 可是这个蓝一到手了 我才发现它越看越耐看耶 低饱和度的一个蓝色来了 所以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Samsung 在玩颜色上面哦 真的是很on point的 第二个点就是外屏 今天我买一台小折叠哦 我肯定是很在意它的外屏可以这样玩的嘛 那Z Flip 6 它这次在Vjet的UI上面 就有一点点的小提升 以前的话呢 一面就只有一个app 所以用起来就要一直翻翻翻 现在的话呢 一面就可以结合多个Vjet 方便一次过考完需要的信息咯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的话 其实我在Z Flip 5 的影片呢 就已经介绍过一个app 叫做goodlog app 只要你安装好这个哦 你就可以直接在外屏上面 带路很多小程序啊 apps啊或者是game 但是我这边讲的不是小game嘛 而是像原神像王者这种游戏 基本上什么apps都可以啦 只要你不嫌小的话 这边有一点一定要讲的就是 Z Flip 6 终于支持 小红薯在外屏刷啊 不觉得很过瘾 没可以直接在外屏刷小红薯 而且我现在很喜欢在外屏 Touch and Go 的付款嘛 一开叻就可以直接给钱 就快很准哦 不过这功能我只可以给90分 因为10分要扣着它 show的内容全部都是 它的app自己auto recommend的 根本就有可能不是我在想要看的东西 然后你也不能点赞 你也不能search东西 你就只可以看 所以如果你要100%玩小红薯的话 我还是推荐你用goodlog app啦 另外呢可能归功于最新的 Snapdragon 8 Gen3啦 它外屏恢复信息的时候 打字也明显比Z Flip 5更流畅和快一点啦 看视频或者是玩游戏都好咯 整体都有良好的表现我觉得 第三部分配置啦 其实那天咧看完了 Samsung Unpack 发布会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代的Full跟Flip很滑水啊 升级一点点软件 加强一点点硬件就叫做升级哦 再把那个唯一的卖点AI吹上天 打允烧工 但是其实人家不只是这样罢了 新加入的AI功能有几厉害 有几好用这个等下我才跟你们讲啦 我们现在先讲镜头 50MP的主镜头终于轮到它了啦 一样还是两个镜头 主镜头和广角镜头 所以哦不太适合喜欢拍landscape 拍portrait的人 因为如果你喜欢拍这些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你用S24系列来 Z Flip 6更适合的是喜欢拍video的人 首先肯定是女生的 尤其是喜欢自拍的女生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啦 短视频博主非常适合这台手机 因为有外屏 你看啊 我可以现在直接用后置镜头来自拍video 然后我自己又看得到 后置镜头本来就很轻了嘛 它现在有50MP 它就更轻了 而且打开哦 折一半 又可以当成camcorder来用的哦 哒哒 只有重闻一下Y2K的感觉 而且现在它还新增了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单手做zoom 你看 哟哟 哇 而且还有一个新功能 叫做AI Autozoom 只要在外屏打开相机 然后你折一半 你看左下角这边多少一个功能 远 它就会zoom in 靠近它就会zoom out make sure你不会切头切手 confirm在框里面就对了啦 它是可以关掉的 你不喜欢可以直接off啦 配了50MP镜头 Z Flip 6的讲证 如果不是专业摄影人的话 其实好像是几够用一下了的 0.6倍广角 1倍圆图 2倍映色无损变角 10倍混合变角 如果要我平分的话 我觉得10分满分 它还是有5-6分的 but then再一次不要忘记啊 Z Flip 6拍景不是最大卖点 拍自己才是 因为后置镜头拍真的 无论怎样拍都可以很清晰 这一点就已经我把DS了 OK终于到缺点部分啦 这10天用下来 肯定是会发现缺点的 必须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发热 从Gen2到Gen3这个发热的问题 似乎没有改善多少 比如在太阳底下用一下子 或者连接Android Auto车内系统来用 甚至是如果用外屏刷视频的时候 手机都会比较容易发烫 好彩叻它不至于到很烫手那种程度 基本上你在Aircore上面 吹一吹起来就OK了 但是据我所知 目前我Tesco的小折点里面 它不是the only one 好像正常都是会发热的 可能是因为机身太小 它散热真的本来就不够好 它算是通病来的 喜欢它的美 就nothing to say 第二个缺点 充电慢 但是人家这次电池也是有进步了啦 4000毫安 可喜可恶 续航能力也是有增加了一点点 如果要对比的话呢 Z Flip 5 如果重度用的话 一天要两三充的 但是Z Flip 6 重度用一天两充就够了 但是有一点我要吐槽就是 2024年了 第六代了 可以不要再慢充吗 如果你做hold一点 电池放大一点 其实用小折叠的人是ok的 真的 它弄在hold到一个CM我都不会介意的 我是ok的 最后就是AI功能啦 为什么要放到最后才讲呢 因为在发布会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讲过了啦 这一次Z Flip 6最大的卖点呢 肯定就是上一代没有的AI功能啦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 AI消除路人 直接可以uninstall我的美图秀秀 我的星图 我的什么light room什么 我自己是试了啦 我觉得可以算是90%干净 可能有一些小地方哦 它会用自己的认知 去觉得那个地方是这个东西 所以消除出来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也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就是AI卡通人像生成 制作成你独有的风格头像 还有AI涂鸦 生涂 人人都可以变成画角啦 这个完美耶 白色的back 这个 哇 哦 还有方形跟愿形 Oh my god 最喜欢呢还有这个是AI翻译功能啦 翻译的字全部都可以直接秀在外屏 对方看和听都可以清清楚楚 然后其余还有S24 就已经有了的AI summary啊 AI圈圈搜索等等啦 Z Flip 6上面用得到 当然Z Flip 6也是一样用到啦 所以最后如果你问我 到底这台Z Flip 6值不值得买叻 如果你是喜欢小折叠的 你只是冲的那个50MP镜头 还有那堆新的AI功能 其实你就已经可以避眼入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不喜欢小折叠的 我就算给你100个AI功能你就不会选哦 对不对 而且Flip咯我是真实自己用了10天嘛 中间我也是用了Full一下子啦 我自己其实是更倾向于Flip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小折叠真的是很毒的 我又是女孩子嘛 女孩子对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抵抗力的嘛 它又小巧哦 又可以装很多QQ的accessories 然后又可以换手机壳 然后重点是自拍真的很方便 因为别的手机哦 我们这样子反过来拍 肯定是看不到的嘛 但是它就完完全全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然后又有AI翻译 我觉得它唯一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 鬼